《健康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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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節目 我是何韻 大家好 我是黃月娥 我們《健康100分》 每期都會請來權威專家 跟大家來探討健康話題 可能大家不說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們頭號殺手是什麼病 很多啊 頭號殺手 頭號殺手很多 其實癌症的頭號殺手就是肺癌 可想而知肺對於我們整個身體來說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當然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肺部的疾病有很多種 而且它的症狀又比較相似 因為有些時候 很多人就會因此誤判 於是他們吃藥的時候會發覺 為何我吃極藥也不好 所以這個誤診誤判 非常之瘋狂 非常之重要 所以要請來專家 你是專程講講的 好了 請專家之前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三位嘉賓 我身邊的這位就是 著名DJ少爺鳴 大家好 歡迎你少爺鳴 然後就是年年25歲的秋萍姐 秋萍姐 歡迎你 整天都好像打到雞血一樣的李生哲 麻煩你不要用打雞血來形容我 我很明顯就是一個巨肺的人 終於明白為何今天我們的編導 會請了三位上來 因為三位經常都是用肺來說話 所以 被你發現了 其實你們知道這個肺 如果發生了問題之後 其實會有甚麼不舒服的症狀 會怎樣有感覺 有沒有體會過 我有的 肺不舒服的時候 人會縮一塊 是 因為不舒服 不舒服 不舒服的人 而且一定會咳 日咳、夜咳 然後躺在那裡又會咳 站在那裡又不咳 做我們這行的人 多數都有肺氣腫 為甚麼 有氣出就沒有氣入 哦 即是太強勁了 全部都唱出來 那個肺活量 就只有 放 不懂 放 不懂 那你是否一邊唱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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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還聽 香港的歌手 唱歌上的記憶 唱爆了肺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就沒有這麼誇張 只是穿了一個小洞 寶寶就好像 就是肺氣腫 就好像一條胎一樣 爆了 不是真的爆開 就是穿了一個洞 爆了氣 我也是 想問一下 其實你知不知道肺不舒服 會有甚麼病 除了她說到咳 到膩都出來了 通常應該都是咳 不然就去穿洞 給她們三個說得很誇張 很恐怖 說完之後 肺不像肺 似乎太多了 可以爆,可以補 沒錯 究竟肺病是怎樣 請出我們今天的權威專家 我們請到了 南方醫科大學 南方醫院呼吸科主任 主任醫師 博士研究生導師 蔡兆希教授 唱歌唱到肺爆了 很可能會有肺氣腫 但是主要跟秋萍剛剛說的不同 就是肺氣腫入得多 出得不順 然後氣都在肺裡 那就有可能會合併一個氣胸 所以我們就叫肺爆了 可能大家是這樣 那就是氣胸就是肺氣腫嗎 氣胸和肺氣腫是不同的 就是他們的症狀可能會有些傷 就是肺氣腫是一個很慢性的過程 那些氣穀在肺泡裡面 不出得來 那才是肺氣腫 那如果你的氣流 即氣道不是那麼通 是失去 呼出來不順的時候 就會合併一個氣胸 但不是所有肺氣腫的病人 都會有氣胸 那剛才教授說了兩種肺病 是 氣胸、肺氣腫 其實除了這兩種之外 還有我們以前聽到的非典 還有小時候聽到的肺爐之外 那其實還有甚麼肺的質疑 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肺爐 還有最熟悉的急性的病就是肺炎 一些慢性的反反覆覆咳的 就好像哮喘、肺氣腫 大家最害怕的應該是肺癌 還有一些其他肺的病 都跟環境、空氣、自身 都有一定關係的病都有 可以說聽到蔡教授教 講了那麼多 說我們的肺有那麼多疾病 現在最重要的是 可以通過哪些症狀 可以知道自己是得了哪種病 作為肺有病 一般來說 我們講呼吸的 最容易有的症狀 有咳或有沒有咳痰 兩個症狀 另外還有沒有氣緊 還有沒有胸痛 另外還有注意有沒有發燒 所以最主要的肺病 都是表現為有咳 和咳痰的問題 比方說肝咳 有咳和沒有痰 這種肝咳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檢查 比方說問他有沒有吸鼻 是先咳的 如果吸鼻都咳不出來 乾咳喉嚨很乾 這些也可以是上呼吸道的病 還有如果咳痰裡面 有其他的顏色 我們更加要注意 特別是黃痰 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要看醫生 如果痰裡面有些血絲 或者同時有胸痛 呼吸不順的情況 更加要引起我們重視 要去醫院做檢查 有時候的痰是有少許黑色的 即是怎樣 你病入高峰 很有趣 有時也會遇到這種情況 對 不是很黑 是灰灰的 灰灰的 是否因為空氣很骯髒 其實我們空氣中有很多 有些粉塵 有些粉塵 包括現在灰埋天 那些粉塵 在空中彌漫的時間 比較長一些 吸入肺道 那些灰塵沉積在 支氣管上面 而至肺上面 咳出來的痰有些灰的 這些是經常都有見到的 但它不能夠因為 有灰色的痰 就說它有腫瘤 或者是有肺炎 不是根據這個來判斷的 肺部疾病有很多種 它們有很多不同的症狀 咳嗽、咳痰、胸痛、氣筋 或者伴有發燒 都是它的表現 如果咳嗽鹽無痰的肝咳 可能患了上呼吸度感染 如果在咳嗽的時候 經常伴有黃痰、血絲痰 或者是胸痛、呼吸不暢等症狀 那就要引起重視及時就醫 如果是伴有黑灰色痰 可能是由於沒有天氣引起的 大家不用過於擔心 接下來進入 健康知識考考你的環節 請問以下哪種疾病 可能會引起咳嗽 A,胃病 B,心臟病 C,肺癌 D,過敏 我會覺得是D 過敏… 即是花粉 例如有些菲律 對,因為花粉 因為最近… 打瓷多 怎麼會咳嗽 不,首先鼻子吸進去 然後順理成章 慢慢降到肺部 然後可能會對肺部引起… 再吸出來 對,因為這個循環 不斷循環這件事 其實… 首先這個環境是過敏源 那你在這個環境上 你又不斷循環 這個肯定是悲癌的 所以很容易影響到肺 是… 我也覺得過敏源 會比較多咳嗽 但是如果肺癌 也會咳嗽 但不一定每個人患有這些咳嗽 我覺得是餵病 為甚麼 因為有時餵太飽 就會反酸水攻心 不是想吐嗎 是,想吐,吐然後 你又想強勁吞下去 然後乾身喉嚨 這個過程 然後你就會咳嗽 很噁心 這個過程 好的,來請教一下 蔡教授 其實正確答案究竟是甚麼呢 剛剛呢 大家一起 很關注這個肺病 會不會 其實肺病的 尤其那些反酸水的 那些吃得很飽醬 特別油膩飽醬之後 它會引起對於咳嗽部的刺激 甚至有一部分 還吸到氣道裡 所以它會引起一個反射性的咳嗽 所以說肺病 亦可以引起咳 第二个就是心脏病 它亦会咳 心脏病的咳 最常见的那种 就是有些心脏病的病人 心功能不好 它可以在半夜睡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气不舒服 气紧 它要坐起来 表现咳 甚至咳的泡沫痰 有些淡粉红色的 这个是提示急症的 要快点去医院急诊的 第三种肺癌 肺癌确实是 好像秋平姐刚刚说的 并不是所有有肺癌的病人 一定都有咳 因为它又是很隐瞒的 有时偶然一两声咳 没有重视 直到痰里面有那么多血丝 才想起一检查 发觉患了肺癌了 这样的情况是最值得我们小心 反反复复慢性的这样咳 还要小心有没有肺癌的可能 最后一种过敏 由于外界的过敏的东西 对鼻腔 对咽喉 对气管 和脂气管都有一个刺激 它也会表现一个 闻到它敏感的东西 会突然间出现 很快的反性很快的 连续性的咳 都可以出现的 蔡教授我有个问题 就是现在很多朋友 一转季就开始 咳咳咳 咳到早上又咳咳 夜晚又咳咳 咳咳了整个月 其实它是什么事 引起这样的咳嗽呢 你刚刚说的那个 就是冬春季节 这样季节一变化 气候变化 大出现的这种咳咳 日头又咳 夜晚又咳 尤其睡到半夜都会咳咳 最主要的是 早上一起床就咳咳 一定要把痰咳咳出来就舒服了 这些是最常见的一个病 我们叫做慢阻肺 传称叫慢性阻失性肺疾病 它包括了慢性肢气管炎 包括了以前经常说的肺气肿 都在里面的 医生 我还有问题 有时我们去看病 医生经常问我 那你究竟是日头咳 还是夜晚咳 我想问一下 有区别的吗 很有区别 我们经常问的原因是这样 早上一起床咳 最多见的就是慢阻肺的老爷爷 或者阿婆 他就一早起来 咳得很大声 把痰咳出来 他觉得一日都很顺 这个是日头咳的 早上起床咳 日头咳的最多的就是急性的 气管的感染 肺炎都会引起这样的咳 如果胃相关那种 常常是怎样呢 就是说照片肺又没事的 然后就是一吃饱饰的时候就咳 这些日头这样的吃完饭之后的咳 更多就是我们叫做慢性咳 有持续八个星期以上的 我们就说他叫慢性咳 那是胃相关的这种 还有夜晚咳 最常见的就是哮喘 因为哮喘它在很多原因 就是它发病的机制 会寻致到他到马上睡觉的时候 迷走张力 敏感性等等的原因 导致半夜会咳到醒 都有可能 另外经常还有些空闷 或者甚至喘 这个是夜晚多 我们文艺这行 是多数都是早上咳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会早上咳 会很多痰的 有时候会是白痰 有时候是黄痰 但是呢 早上咳咳然一轮 它又没有了事了 它是每朝早会咳的 我感觉秋萍姐 这个是自我代者的过程 它可以说我妈也是这样的 照早咳咳咳一轮 一声就吐了痰 就会舒服整个人 一天一夜落来都舒服 或者是一个习惯 身体记忆的习惯 所以跟肺部的疾病 是没什么关系的 下一节回来 蔡教授将告诉我们 究竟早上起床 不停咳嗽 仲伴有大量痰 是患了什么疾病 哪种慢性肺病 是需要引起老年人注意 并且被称为 最不动声息的杀手呢 内容更精彩,千万不要走开 作为营养师和妈妈 我总是知道比BBB更好 我推荐着潮超级能因衣 適度水解蛋白 降低牛奶蛋白自民性 比BB更多一层保护 作潮超级能因衣 美好明天 从一晚肝爽精致睡眠开始 新设计邦宝室超薄肝爽 特有蓝色输睡层 锁睡更老 肝爽长达十小时 让明天更精彩 邦宝室 凤十骨病 筋骨疼痛 神虚腰酸 脾胃虚寒 红毛药酒 每天两口 药酒治病 选红毛 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 中华老字号 真正的年轻 可健 可足 难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 滴滴收户 深入肌底 柔软细 谈用透亮 难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 亲临尊贵 专享精华 动入老公 这么多油在身上 就这油 恭喜半天 试试太字 洗一夜 不行吧 娶我很慢 给我一分钟 这么久就放了 洗夜也可以洗得这么干净 一分钟起下 太字捷径就一步 敏捷地产 乐福的节 聚会五一 群城开抢 万多CBD 五十四平米 不限购地铁工艺 首付七万起 奖战祈福商圈 六十到一千平米产品 每平米一万两千元起 四点五米乐福特 一层价格 双层享受 敏捷近月弯 承阳一线 将近豪宅 五一购房 惊喜重重 百万豪力 等你拿 全线产品 价格触底 错过再等一年 敏捷地产 小天,你这招是什么招 快消化十八招 肚皮股 快消化 就是这招 依利梅益 300亿护性乳酸菌 加膳食纤维 就好像被腸道禁了拜俊健 快消化,依利梅益 为何我们会出现 比方说一份研究 起床的时候 会出现这样的咳 其实就是我们的 气道的那些分泌物 其实咳出来的痰是 气道上面的 包括气管、支气管 很多吸格分气的支气管 一直到肺炮 有这么多的肾气物 那晚刻睡觉的时候 你已经完全睡着了 我不知道 其实随着你起床的时候 看位一变动 就是我们睡下来 坐起床 或者站起床 看位变化 这些分泌物就在气道流动 流动就会刺激咳 将它咳出来 正常人一天 如果是睡了一晚 早上咳一两声痰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但如果咳那个痰 季节变化特别大 咳得频次又多了 痰又经常是浓痰 那是值得注意的 要小心 有没有刚刚说的 慢肢肺气肿 这样的情况 另外小心 有没有肢气管确张 或者是被痘的病 因为我们知道 慢性鼻痘炎的病人 他睡觉就积在鼻痘那里 然后坐起来的时候变动 一变动体位的刺激 他就会咳出来了 刚才听了蔡教授介绍 我们有很多种肺部疾病 下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中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一种病 中老年人是经常可能会患的 这种病 如果你得了 对你的工作和生活 影响非常之大 究竟是什么病 你看一段视频 我们试一下 慢性阻塞肺病 是一种重要的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患病人数多 病死率高 跟艾滋病一起 明列世界第四死亡原因的疾病 在所有肺部疾病 慢阻肺 称得上是最不动声息的杀手 根据多年的 国家卫生统计资料显示 全国总计 约为3500至4000万 慢性阻塞肺病患者 40岁以上人群总患病率 高达8.2% 通过短片 大家对慢阻塞肺 都有了初步的认识 接下来考考大家 以下哪些是 慢性阻塞肺疾病的高银因素 A.经常咳嗽 B.经常有痰 C.感觉气短 D.年龄超过40岁 E.吸烟或经常吸烟 如果被我选择 我会选择A,B,C,D和E 全都选择 全都有可能 是,全都有可能 而且随着我年龄不断增长 我都觉得自己的身体机能大不如前 所以我觉得年龄是对于任何一个疾病 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秋萍姐呢? 其实最重点就是一个年龄超过40岁 还有经常咳嗽 还有经常有痰 我觉得这个是很主要的 刚刚大家讨论的是很正确的 应该我们用最传统的说法 对于慢阻肺的病人 前面那三个就是说他的症状 我们叫做咳痰痠 简单的三个字就包括了 那建于什么叫高威呢? 就是什么人容易得呢? 那其实这两个 一个是吸烟 如果他很小就开始吸烟 吸得很多一天吸两三包的情况的话 甚至不是年龄40岁才起 可以会更早的年龄 所以后面那两个是真正的高危的因素 那一旦有这些因素存在 那就确实是要小心了 除了这五个因素是一个有因之外 慢阻肺 我们生活当中 还有什么因素容易导致这种病? 比方说 刚刚除了你刚刚说吸烟 灰霾 所谓的灰霾是说 除了霧之外 广州那些霧天不算灰霾 但是如果广州那时候 刚刚碰到灰尘又很大 借着霧、船斧 就是在空中灰尘很大的时候 吸进去 那是刺激的 如果混有一些特殊的 比方汽车的迷气那些 在那个时候很浓缩的话 也会引起的 我想问一下 如果小孩小时候有酵喘 那大了会否有阻塞肺 这个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小孩有酵喘 大概很多研究会都支持 有一半人合适的管理、教育、治疗之后 一半人都能够到成年之后就没有了 那这个是小孩的酵喘 但是有一小部分 它如果有酵喘 没有管理好、没有控制住 那它就反反复复合并感染的那部分 那它就可能会在一定年多之后 如果它再加上吸烟 或者是空气污染的环境很大 在这个环境生活时间很长的话 那真的要小心它也会合并慢阻废的 蔡教授我想问一下 如果真的大吉利是说句 有这个慢阻废 一个成年人 如果他要生孩子 这个病会不会遗传给小孩呢 慢阻废到底有没有遗传 什么叫基因的异感性呢 就是说如果爸爸有慢阻废 那他很可能有多个基因 对某一个环境有危险因素敏感 那一旦在这个吸烟 这个敏感的因素刺激它底下 可能是起动了它的一个某一个基因的出现 比方说蛋白抗蛋白煤的一个平衡问题 那如果这个平衡问题掌握不好 那它会出现包括气度窄了 包括肺气肿、肺泡的破坏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叫做基因异感 但是不一定说爸爸是小孩一定是 那到底呢 慢阻废是男多还是女多呢 在整个肺气肿的 就是慢阻废的调查中间 就会发现男性总体来说 比女性多些 那这个可能是有很多原因 那一个原因就是 特别在中国 就男性的 就是吸烟的人群 绝大部分是男性的 所以就应该说 如果暴露在共同的一个因素来说 它的差别不是太大的 但是因为 现在大家感觉的 应该是男性多的原因 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吸烟 或者它接触污染的机会 可能应多些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 万一真的不过意 大家来说一句 我得了这个病 怎样算呢 怎样正确治疗呢 卓教授 医学进步到现在 应该说它是可以控制它的 我们可以先看看 这个前面的这个板 这样 这个是正常的气度 正常的气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断面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管康是正常的 管壁 是光滑的 它正常有些黏液的分泌 将我们吸入那些粉层 黏住 藉住那个气度的 上皮细胞的纤毛瑶 凍着这些痰咳出来 就搞定了 那如果呢 轻度的慢阻肺 中度的慢阻肺 重度的慢阻肺 那它呢 就是反复感染那个 包括烟的酸 然后呢 它导致黏膜没有那么光发了 就是细菌 病毒 就容易在上面注下来 那便引起反复感染 冲血水肿 咳嗽咳痰 那之后的管壁就变了厚了 厚了 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那个气呢 就好像我们 经常大家讲的 叫做不顺 叫做 我们叫做气流受限 那不顺它阻塞了 那怎么办呢 治疗就是根据 它的程度的区别 来决定 平时不是咳嗽痰 没有发作的时候 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 用一些支气管的 确张剂 那然后控制它 那气道呢 就不会长期 越来越经练 越来越窄 这样对肺功能的 不要要它 那么快恶化 那么快糟糕 是有用的 所以它有药物的 可以用一些 一些索日的管理 当然还有非药物的一些管理 包括锻炼 包括营养支持 等等的配合 但是呢 如果真是万一大吉利是 有了这个 这个慢阻肺 不止那边 我们需要隔离它呢 又或者离它远一点 就算说话都掩着嘴 你不要站起来 行了 会否传染呢 是否会传染 是的 慢阻肺本身是没有传染性的 它的咳嗽和有谈清出力 对它来说 它咳嗽得出来 它一天都很相信 其实我想问一下 教授刚才说过 有些训练是可以帮助治疗这种病 如果是没有这种病 很多朋友都希望预防它 那有没有一些训练可以帮助我们 预防这种疾病 即是说锻炼肺 或者是锻炼肺的功能 它是有肺功能锻炼的 那这个锻炼呢 很简单的 我们叫做缩唇隔肌锻炼 那这个锻炼呢 它解决的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说 这个气度是往肺气肿呢 那它是逐渐加重的 气度窄了 那通过缩唇的这样 慢慢呼气的锻炼呢 那它就会引起 就是将这个切气度 不要让它扁了 呼气的时候 那么气出来就更加顺了 那加个隔肌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一个人 最主要的呼吸的 每一个呼吸动作的完成 做得最擅长的 应该是我们的隔肌 那如果我们改善了 要隔肌的功能 更加好的结果呢 就会帮助我们的 通气的能力 就是呼气的能力 来增强它 解决它 这样的话 这个锻炼对于所有的慢阻肺 或者未到慢阻肺的 吸烟的 或者空气环境有污染的老人家 都是很值得去锻炼的 那事不宜迟了 专家更带来一套 锻炼肺功能的呼吸操 节目内容更加精彩 千万不要走开 宝宝宝就是喜欢这个滑溜溜 柔乎乎软融融的世界 现在它能穿上我们超柔软的纸尿裤 探索更多 全新帮保湿特级绵柔 五星肌肤呵护 我们首款拥有蚕丝般材质的纸尿裤 从内到外柔软舒适 同时甘爽无比 让宝宝跟你在柔软心境界中 认识更多 全新帮保湿特级绵柔 关爱 安睡 畅玩 帮保湿 宝姐 凤十骨病 筋骨疼痛 神虚腰酸 脾胃虐寒 红毛药酒 每日两答 药酒治病 选红毛 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中华老字号 美来大五创 美丽欲见未来 美来医学美容 作为营养师和妈妈 我总是知道比BB更好的 我推荐着潮超级能音参 色度水解蛋白 降低牛奶蛋白自民性 比BB更多一层保护 着潮超级能音参 想要每天白得亮眼 美宝莲奇妙白BB 美白霜奇妙变换为BB霜 深入美白光彩亮出来 结合八大功效 一步亮白裸妆 奇妙白BB 她的秘密也许是美宝莲 我妹 我妹 九朵玫瑰 吃什么呀 这么开心 她是吃开心了 我就得泡啊 等啊 推荐你们新胎子 一分钟起笑 这边中解得这么快 应该更容易洗吧 一分钟就解笑了 刚才那些油 都洗得很干净 一分钟起笑 胎子结尽就一步 美来大无创 美丽欲见未来 美来医学美容 这个是裸妆 不是 是更好的护肤 含高龙道护肤精华 新上市OLECC箱 一抹水润裸妆 八周挑战无限裸机 这个才是真漂亮 我爱欧莉思思 欧莉 敏捷地产 乐福的节 聚会五一 全程开抢 万多CBD 五十四平米 不限购地铁公寓 首富七万起 奖战其福胜券 六十到一千平米产品 每平米一万两千元起 四点五米乐福特 一层价格 双层享受 敏捷近月弯 成央一线 将近豪宅 五一购房 惊喜重重 百万豪利 等你拿 全线产品 价格触体错过 再等一年 敏捷地产 你现在收看的是 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2014广州综合频道 战略同盟 梁茶领导社 加多宝 接下来 蔡教授将教我们 缩唇腹式呼吸操 以一个呼吸操 可以锻炼肺功能 大家一起来学一下 她首先需要的 就是我们用鼻歌 索气 这个索气是深的 慢的索气 不用急 索得慢 索索索索索索 到索不入为止 然后呢 缩窄嘴唇 好像我们的吹口哨 那样 慢慢慢慢呼 我们这个叫做 缩唇深呼吸 断练 是不是一定要配合 手部动作 这么慢 其实如果这种训练呢 如果遇到一些 空气比较好的地方 例如大洋巴 或者出外旅游的时候 做呢 效果会不会更加之好 是 会更加好的 那这个第一个 我们叫做 缩唇的深呼吸 又叫缩唇的呼吸 断练 那接着做 什么呢 配合为隔肌 怎样断练呢 我们摸不到它 其实呢 很简单 索气的时候 反过来 将肚子谷起来 呼气的时候 肚子谷起来 那要做多少呢 一般来说 比方早上散步 如果灰霉的时候 不是在外面 在家里 都可以做 这样 早上做它 十几二十分钟 或者半个钟头 马上呢 又是这样 那其实 什么环境下 主要 污染不大的环境 比较清新的环境 你都是可以做的 靠这样锻炼的结果呢 我们就是 宿窄嘴唇 那些气流 将窄的气管呢 就在下面的确张 它就不会扁了 然后隔肌锻炼呢 就是 正是靠胸部的索气 是能力不如 那个谷土 索进去的气要多 那接着来呢 进入我们今天健康达人 看问题的环节 首先来看看第一条短片 张白是一个确诊的 慢了肺患者 自从得了一个病 张白吃东西方面 就特别拙意 牛羊肉怕热气 鱼肉怕生痰 屎瓜苦瓜又怕寒涼 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不过每天都会 买些猪肺来煮汤 听说是以肺补肺 请问张白这种做法 是否正好呢 我真的不觉得很有用 因为只是肺有事 又补肺 其他就变成其他有事 这个逻辑是这样想的 就是你只補这种东西 但其他你又不理他 那是否其他地方都开始有事 如果我们吃一些营养的东西 应该均衡回整个机能 才会更加好的 再加上他斬脚趾鼻沙重 这种做法更加不太好 我觉得也是 一个人要平分饮食 就是不可以说 哎呀我的肺有时 就一天煮罗汗果 毛花果 就是润肺那些东西 一味润肺 但是有时候有些 你吃完一边 我觉得就不太好 嗯 确实是 均衡的饮食 饮食肯定是最好的 那对于慢阻肺的饮食 它跟其他的又不完全一样的 除了均衡之外 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呢 就要适当的高蛋白 因为它的慢阻肺的 呼吸的负荷是比较高的 那它吸气、呼气 它都是要用力的 消耗了很多能量 那这个时候呢 最需要的 就是一些高蛋白的饮食 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如果这个慢阻肺 已经有合并肺心了 那就要小心了 那为什么要小心呢 因为你如果吃得太高 碳水化合物的 比方说吃很多很多饭 又吃了很多含 那些淀粉很高的 那它的结果会什么呢 导致二氧化碳 产生更多又不容易敷出来 那又是不好的 另外一个刚刚说 纤维含得多是值得的 因为如果这个纤维含得多的话 它对胃肠的功能 排便、保持通畅 也是对肺功能 帮助肺功能 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其实蔡教授 我想问一下就是 刚才你说到 有些禁忌是不能吃的 那你又说到高蛋白 那怎样的高蛋白 是会对这个慢阻肺是比较好一点的 对于慢阻肺的病人来说 它的高蛋白指的是比方鱼肉 其实鱼肉是很好的一个高蛋白 它引起过敏的也不多的 另外就好像其他瘦肉 那些都是高蛋白的 那还有如果胃肠能够耐受的 好像牛奶、酸奶、鸡蛋、蛋清 这些都是高蛋白的 那这些高蛋白的 如果不吃 对于慢阻肺的病人 所以我们看到最大的 因为广东的这个饮食习惯 就导致了广东的很多 有慢阻肺的脖子就很瘦很瘦 那其实呢 很多原因都是 又不减食,消耗又大 那如果我们不增强这个蛋白质的话 它的呼吸机力是不够的 不够的结果 它就会出现走快点 就是更加紧的情况 其实说到慢阻肺 如果真的一旦患了的话 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很多肺病除了慢阻肺之外 的患者都会觉得 现在他们最大的一个威胁和负担 就是我们现在的空气质量 就是灰迷的问题 其实灰迷是否真的对我们 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那老人家又怎么看呢 如何去锻炼呢 一起看看第二条影片 好 好 好 你自己認為而已,是嗎 對,出去就好了 我怎麼不去 張白說外面的空氣太差,不健康 只有留在家裡呼吸新鮮空氣 病才會痊癒 請問張白這種做法是否正確 我家裡也有,因為我本身有哮喘 我家裡也有 但我覺得你不要經常依賴那個機器 平時也要出去吸收外界的大自然 因為如果你全部吸收空氣新鮮 你輕輕一出去,你就會… 很敏感 很敏感,而且會一尾喘 一尾喘,而且一尾會咳 內袖變差了 對,我覺得甚麼都不可以依賴 我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的空氣新鮮機分數種 如果它是關閉門窗 只是淨化自己家裡的空氣 其實很明顯一件事,氧氣是有限的 我吸收完後,我的氧化 但又排不出去的時候 反而… 全都在裡面 全都在裡面,反而更不好 因為其實我們經常說要通風… 就算空氣差一點 我用一種比較好的過濾 通完一輪又排出去 我覺得這樣會更加有效 好,請教一下蔡教授 三位嘉賓分析得有沒有道理呢 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如果只依賴一個空氣的清新機 然後關閉窗 是一個自身室內的空氣的流動循環 其實是我們人在代謝的時候 都會不斷地敷出二氧化碳 如果那個環境面積都被迫在裡面 肯定是不行的 因為它亦會由於這些產生的對肺 亦是不好的 另外,但是定期的通風 不要在灰霾最大的時候的通風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所以說有空氣清新機 但是如果那個清新機 有一些濕化的容器 裝著水的話 要注意定期的更換 要保持乾淨 還有那個膜 那個濾膜一定要乾淨 如果不是那個濾膜的髒 那麼清新機 又沒有達到一樣的效果 所以定期 家裡的通風 配合著這樣用 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個跟淚水氣的原理是一樣的 很多人用了淚水氣之後 三年都不會洗一次 結果淚出來的水 更骯髒過,沒有淚過 說到空氣淨化氣要通風 其實會不會像醫院一樣 自己弄一個氧氣筒 覺得最近不太好 吸收幾口乾淨的氧氣 這樣會不會反而更好呢 或者有沒有其他比較好的 幫助呼吸的那些儀器 又說插在鼻子上的空氣淨化氣 對這個肺病有否幫助 分兩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慢左肺 到有一些合併症 比方說有肺心病 慢左肺經常缺氧 這些病人 他就可以有一些滯氧機 這些滯氧機 他每天要索幾個小時以上 這個肯定是對合併症的肺心病 不要越來越差的情況是有益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如果沒事的時候 我慢左肺又沒有 我一天到一刻拿著氧 對著鼻子搏命索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我們對於大部分人的 肺功能是正常的情況下 空氣中21%的陽濃度 是足夠讓我們養合 讓我們機體使用的 所以你經常索的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剛才看到張白的慢左肺 大家都給了很多意見 對於這個慢左肺的治療 張白又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 一起看看第三條短片 只要一度季節交換的時候 張白的慢左肺就會發作 呼吸困難,甚至差點暈倒 為了幫助張白不發病 將醫院到處打聽方法 一天遇到一個做醫生的朋友 說可以提前去醫院打疫苗 這樣做可以降低慢左肺的販病率 前陣子我老公感冒咳嗽 咳嗽得很辛苦,現在沒事很多 但這個季節很容易引起感冒 我最怕是咳嗽 我想問問你有什麼嚴防嗎 就是不要咳嗽 其實在這些季節交替的時候 這種病是可以預防的 可以選擇打疫苗來預防一下 可以打疫苗嗎 可以 這樣也可以嗎 可以 真的謝謝你,謝謝 謝謝 回家後,張醫就將醫的方法 告訴張白 張白聽到之後大發脾氣 說現在的新聞說 很多打疫苗死的病例 無論如何都不肯去打疫苗 打疫苗,不是很容易打得到 醫生說不怕,不怕,試一次吧 我看他不怕 請問打疫苗是否可以減輕 慢阻肺的症狀呢 慢阻肺的人還是值得打的 因為如果我們剛才說了急性發作 比方這個感染欺負了他 引起他急性發作 他的肺功能會進一步的損害 這個損害恢復 要花更長的時間 回到感染之前 比方說花兩三個月才回來 這樣的結果 對肺功能的損害是不好的 所以要減少這些急性發作 最主要的就是要他不要計劃感染 其中疫苗是一個有效的措施之一 我可否未得就去打疫苗 打來預防一下 其實他的意思是 慢阻肺有沒有預防疫苗 還有我的問題就是 慢阻肺的人應該打什麼疫苗 OK 第一個就是 打疫苗來預防慢阻肺 現在暫時是還沒有 第二個問題就是 慢阻肺用什麼疫苗 因為大部分慢阻肺的感染 都是比方說是流感病毒 會引起他急性發作 所以可以打流感病毒的疫苗 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就是打哪種疫苗 肺炎疫苗 因為對於慢阻肺的人 有相當一部分都是肺炎鏈球菌 那些常見的這幾個菌 引起他的急性發作 打這種都是屬於很成熟的 全球都很成熟的一個疫苗 我們叫肺炎疫苗就可以了 不是其他的疫苗 可以說聽完蔡教授的介紹之後 其實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戒掉了不好的習慣 留下好的習慣 這樣的話肺炎疾病自然會源離你 當然,如果大家例如說一句不好 影響了肺炎疾病 也不需要太害怕 積極地配合治療 依然會有好轉的機會 而且也是奉勸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在吃煙的話 最好還是戒掉它 看見我們健康100分那麼久了 還有一個健康的理念嗎 沒錯 好,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 多謝你關注 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健康100分,健康心